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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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伊克泡斯的讲者朱小雨 我来自东北 沈阳胡亏章笔装 我做毛笔的 看 今天我手里拿了一支笔 这支笔 十万元 你说我有钱 我要买 对不起 还不卖你 为什么 不将就 因为你买回去 你不知道它的内涵在哪里 你不知道它好在哪里 你不知道它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 你不知道做笔 这种动物有一种灵气 这种灵气在哪里 你比如说南方 南方它占做羊好 因为太湖边水草丰美 那个羊吃蚕叶 喝泉水晒太阳 那个毛长得特别好 所以它这个羊好做得特别好 我们北方寒冷 然后这些野兽的动物 比如说那黄鼠狼 它那个风长挺健 然后非常锋利 然后我们那边狼好做得好 这支鼠须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是一种独特的狼好 非常非常稀少 十万只里头能找着一只 如果你买去这一只 你敢让我做一只 我是找不着的 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 我经历了很多顾客 也接待了很多朋友 对这个文房四宝 这个笔墨子样 都有一种特别的疑问 这些疑问归纳下来呢 大概这样几样 嫌笔软 嫌墨不黑 嫌纸不白 嫌厌太贵 还有人疑问 你卖这么贵 能卖出去吗 你们这忙会叫什么 我很耐心地回答他们 很耐心地给他们讲解 我说这个笔啊 要是好笔 一定要温润 爽利 顺滑 古人说 非笔软则奇怪生严 非常柔软的笔 区别于硬笔 才能写出来千遍万化 曼妙多彩的笔痕 好的墨是什么样 好的墨一定是非常上好的松烟 或者油烟制成的 所以好的油烟淡末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种非常优雅 非常光润 而且中性的那种灰色调 搞摄影的朋友 他们都知道有一种叫十八灰 这种十八灰呢 可以做这个黑白色的基准色调 这种淡色的松烟同样有这个功能 所以说这是好墨 这是上好的松烟 那么你说那个纸不白 真正的手工造纸的 它是要用日光来漂白的 不是用漂白剂的 肯定不会要像那种 加了漂白剂那种复印纸 像那么白 所以说古人也有一种说法 叫灭白 因为特别白或者特别黑的颜色 会特别刺眼 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 然后这些顾客们还是这样 那这么贵它好在哪儿啊 你这笔是金毛做的 让我内心感觉 我像一个骗子 很难回答这种问题 更有甚者 有一天 来了一个小主播 初老师 我要采访你 我说 你采访我什么呢 他说现在都提倡匠心精神 提倡工匠精神 我要采访你的匠心 我吓我一跳 我说您知道 这个匠心是什么 当时我正在擦拭那个厌台 弄满手灰 他说 匠心 就是像您这样 您看 你虽然有一双肮脏的手 但你有一块纯洁的心呢 我说 你这什么台事 我终于将就别去了 葛南以后 美方人问我一些 胡乱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就直接给他怼回去 有句文言文 叫 奈何将 自精自威 自道 传以 自敌 自浅 自人 岂不废绝 以为性矣 什么意思 这是 《重补皇帝内经》 《树问》里头 一句前言 好的东西 一定要对得人理解 说的什么意思 不将就 我们知道 中国古人 最宠上的 有一种人格 叫君子 所以 我们古人 不恋惜于赞美 一美之词 来形容这个君子 天行见 君子已自强不息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谦谦君子 温润如玉 中国人喜欢玉 把这个玉的内涵 赋予给君子 玉什么呀 朱元 玉润 那么 一个字 润 就是这些 顶级文房四宝的共性 好的笔 要温润 好的墨 要滋润 好的纸 要细润 好的叶 要油润 这个润 也体现在 我们中国人 独有的审美 为什么 大家可能经常看到 有些人在盘那个珠子 大盘 刷核头 上包姜 润的 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 朋友们都出过国 你什么时候看 你老外 坐在那儿 刷刷刷 刷核头盘珠子 没有 老外喜欢什么 老外喜欢钻石 亮啊 好看 但是中国人说 没有金刚钻 不懒石器活 钻石是用来干活的工具 大家来看 西方画了上千年的宗教画 画了上千年的圣父圣母圣像 我们中国人画了上千年的山水 山水画里头 人物总是在很小很小的 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我们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角度 内涵了我们传统的中国人 对世界 对万物 对大自然的一种崇敬之心 这种对世间万物万物的崇敬之心 对大自然的崇敬之心 我相信 这可能就是所说的那种将心 古诗有云 天地者万物之逆律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我们人 在这大自然中是一个过客 是一个客人 你没有任何理由 去把主人的家破坏的落马其招 这种对大自然的崇敬 这种天言合一的境界 这个才是我们传统的价值观 中国传统的 所有的这些非物质保护遗产 这些手工产品 无一不是环境友好型的 比如生产宣纸的安徽敬县那种小岭 那里造了上千年的纸 大家印象里头 这种造纸一定会有很大的乌眼的 结果上千年 那里 吸水可以达到饮用标准 清流积水 鱿鱼细食 直视无碍 甲岩高山 节省寒树 环境非常好 中国传统的生存方式 生存了上千年 对环境没有一点破坏 是不是值得人思考 所以很多人问我们 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 在做什么 我总回答他 我们在保护一种 民族的文化基因 基因一定要有多样性的环境 它才能繁衍下去 就保存基因的多样性 如果你基因单一 近亲繁殖 种族就会灭绝 所以我们要把它保护下来 保护到很远很远很漫长 那您说保护这种基因 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想可能很久很久 有那么一天 当工业文明 当这种工业化 无限的膨胀 地球上所有的资源 都将灭绝 或者那个时候人们会想起来 在中国古代 有那种生存方式 有那种优良的基因 这种基因甚至可以解决 全世界的人类的延续问题 人类的生存问题 我们一起有一颗 这样的匠心 这种宠敬之心 我们把我们所珍贵的 这些文明的基因 把它保存下去 我不是大工匠 但是我希望在座的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都有一颗 大匠之心 那种崇敬之心 那种敬畏之心 我觉得就是匠心 我们每年都有一颗匠心 不只是匠人才有 有匠心的人 就可以成为匠人 当你有敬畏之心 你做一样事情 你会很安静地做下去 你会 做始终 始终如一地把它坚持下去 如果你做不到 那你还是降薪 没修炼到